完了近八個月的臺灣加勒福 併購案終於塵埃落定 由統一集團吃下法方全部股權 加上去年年底全聯財併購大論發 理事業雙腸對立的局面恐怕更加激烈 統一罕砸兩百九十億 收購法商加勒福百分之六十股權 交易完成後統一集團 將取得全臺三百四十間門店經營權 其中包含六十八家量飯店 兩百七十二家超市與頂級超市 甚至加勒福商標使用權等等 落在加上統一超市 約六千五百零三間門市 統一集團零售版圖實力 不容小覷 收購消息一出 立刻引爆網友任意 不少熟客關心的全都是未來 還能不能夠買到進口商品 不過統一集團收購加勒福 還得過公平會兩關才行 除了從垂直整合來審查 水平結合也是未來審查重點 垂直結合的部分 也就是說未來有沒有可能 統一在收購結合以後呢 透過這些不公平的公貨契約條款 來排除跟封鎖 公貨市場跟這個通路市場 其中也包含通路市場集中 漲價能力 同業通路聯合行為等等 得過關枕降 就是因為就怕物彩公平交易法 壟斷紅線 專家分析統一集團 沒有實際經營大型量販店 料想應該不至於造成問題 全動路時代來臨 前董國內量販板塊變化 從舊遊的市場佔有率 到現今總路規模經濟 零售業競爭令 未來也將端看 核包佔有率有多大 三天新聞 林樹潛 劉副辭台北報導 酒店 酒店 酒店